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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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家媒体引述了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文章听不这么说 香港媒体在报道时呢 直接引用了央视的说法 说央视首次承认 神经毒气已达到顶值 可以致死的 提醒大家注意 他叫说 神经毒气测量的指数达到顶值 也就是测试的仪表到了顶值 对吧 换个角度来讲 那神经毒气真正的数值 已经突破了仪器本身 天津滨海新区化学品爆炸到第八天 那氢化钠泄露 然后遇到大水 变成了有毒气体 氢化氢 那当地下了一场大雨 在头七的这一天 令人诡异的是 在地面上 在街道地面上 有很多白色的气泡 是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而在前线工作的记者称呼 大雨之后 感到面部和肩膀出现了被灼伤 被烧伤的那种感受 焦点访谈首次证实 爆炸中心地区的山岸 也就是这个氢化钠 以及神经性毒气的浓度 已经达到顶值 一旦吸入神经性毒气 可能导致心脏的猝停 也就是当时就死了 那焦点访谈 他测试的地方 是距离爆炸中心500米 车载的测试系统 和手持测试系统 同时发出警报 指出有害气体 已经超过仪器 能够测量的最高值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相信朋友们能够意识到 这个地区的情况 在事情刚一出现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我说你看一看 当年日本遭受海啸之后 造成了核工业的着火 那个地区 那个地区现在有没有人住 有人把它对比成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而作为天津港 是世界第四大港 在今天中国在降低汇率 想提高出口的这个产品的背景之下 大家想过这是什么概念吗 有多少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在我的节目当中说 石头你很久没回国了吧 你回来看看 我回去看什么 就看这个 爆炸的前一分钟 它还是大国崛起的代表 爆炸的后一分钟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说是罪恶 而在我的眼睛里 一直是一样的 自始至终都是罪恶的 那这提到这个化学品的问题 到底有多少化学品 香港的东方日报讲 库存真正的化学品 大概有3000吨 有一半炸药 天津大爆炸的威力太大 外界质疑爆炸与军火有关 经过当局的数日调查 基本确定 肇事的企业 瑞海集团 库存的状况 除了700吨氢化钠之外 还分别存有 用于炸药的800吨的硝酸胺 500吨的硝酸钾 现场至少有40多种 危险化学品 共合3000多吨 基本上就是军火库 那瑞海货运 瑞海的物流集团 它的背景是谁 有人说 它跳过了几级 所以获得了危险品的 营业执照 那我们知道 国家安检总局的局长 被拿下 也是从天津上去的 那如果瑞海物流 存有这么多 与军火直接相关的东西 你知道瑞海的背后 在替谁干活啊 别提军火这事儿 太敏感了 开玩笑开玩笑 这就是真实背后的故事 他能运军火 他能运这些东西 他自然就有能力 跳过国家安检的东西 获得执照 你记住一点 这是共产党制度下的生活方式 碰上了算倒霉 碰上大事儿了 叫倒血霉 被炸死的人 连尸首都没了 想倒血霉都不是了 就这样被绑票 所以这是我说被绑票了 被共产党和党文化的教育的 思维方式 做事情的方式 处理的方式 思考的方式的 一切方式的 给绑了票 有人说 把你卖了 这个还给人数钱呢 来不及数钱 今天不是卖人的概念 今天都是生与死的概念 第十场记者会 黄兴国终于露面 他说 我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这属于叫倒血霉的人 好 人家挖坑 他跳进去了 然后自己弄两桥筒 他该不该要承担责任 当然应该 当然应该 但是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你不能否认这是个过程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露面 他说一直在处理具体的事情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 开记者会 是北京军区参谋长出席 天津市的市委 没有资格参与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昨天有期节目当中提出来 大爆炸的时候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官在哪 从我们看到的资料 他搞不好就在当地 阴谋论 越来越像真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 这样一个环境下 你不相信吗 南华早报另外一篇报道 网传 杨栋梁之子被带走调查 而董培军 与京门守虎 武长顺 关系非常好 那杨栋梁 我们知道 全国安检局的局长 从天津上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 一直到 是2012年 2011年就一直在天津 任天津市副市长 国资委主任 那是非常挣钱的官 所以他儿子被带走 我觉得挺正常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董培军 文章写得很长 我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 我说最开始爆炸的 那个汽车 那是谁的 有朋友提到说 有三辆公安汽车 在现场炸掉了 那武长顺 武长顺 是被习近平点了名的人 而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天津在过去的官 很邪恶的 中国最大的活摘器官的机构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就在天津 江泽民整体的集团 跟法轮功 迫害法轮功 直接相关 而这件事情的 最开始的调起来 1999年4月25号 在天津 有朋友提醒这个问题 那我怕有些朋友 接受不了 有时候人们感情上 接受不了 但是这是你无法回避的事实 文章提到说 瑞海国际隐形的股东之一 就是曾经的 天津港的公安局局长 董培军的儿子 董培军 2014年死了 他的儿子已经被警方控制 但是当年的董培军 跟武长顺 关系极好 那不可能不好 武长顺 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那董培军 是当时的天津港的公安局局长 被称为五爷的武长顺 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政协副主席 在天津公安系统干了14年 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 交管局局长 和公安局局长 长达11年 习近平在中纪委的一次会上 提到武长顺时 说有个五爷 天津的停车场 都成他们家的无法无天 孟建柱在政法委会议上讲 武长顺 白天是公安局长 晚上是董事长 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对不对 但武长顺 在天津控制了极长的时间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过的概念 共产党存在一天 这样的危险 无处不在 这是非常自然 因为各自都要保自己的命 在保命过程中 每个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